又到了种百合的季节了 所以我买了这个百合的球回来 这个百合开花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它也很好养 现在我就去给它挑一个棚 这个百合它的株形比较高 而且它又要深重 这个种球最好是要附土10到15厘米 这样它才长得好 开花更多 所以一般用这种深棚来种 我打算把这三棵种一盆 所以我就选择这个三家人的盆来种 接下来就是配土 盆栽百合的话 最好用这种透气排水性非常好的土 因为它的这个球是要埋在这个土里面的 如果透气排水性不好 它就容易烂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球根土来种 这个盆底最好是要加一层这种桃栗 或者是其他颗栗作为这个栗水层 先在这个盆底加点土 想买这个土的话 也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土就先加这么多 再加这个底肥 我是用这个醋花长啸肥 这么大的盆 加个半包就可以 再加土 这个土加到这个地方就可以把这个球放进去了 这个深度 土的深度大概是六厘米左右 取这个球的时候要小心 不要伤到了它的牙 看一下有没有枯根 这种枯死的根可以把它剪掉 用这种根比较健壮的可以放进去 这三个可以这样斜斜的放 最后一个就放这里 这样三等份放好 你们肯定会问为什么这个球不是直立的 而是这种斜的 这个牙都顶到了这个盆壁上面了 其实这是为了充分的利用这一个空间 因为到时候它们长起来 上面的株形是非常大的 如果都挤在一起的话 是不利于它们开花的 放心 虽然这个牙现在是这样 看起来是歪歪的 但是它们长出土面之后 是会直立的 继续加土 这个副土要10到15厘米 然后再给它浇透水 因为我的这一个百合 它的这个总球没有这个腐烂的现象 而且根也比较好 所以我就用这个清水来浇 如果这个球它是有这种烂根 或者是有烂口的 或者是这个土用的是旧土 最好就用这个多菌磷龙液给它浇透 这一道水一定要浇透 怎么看它有没有浇透呢 就是要看这个盆底 有没有水流出来 为这个有大量的水这样流出来 就说明浇透了 然后把它摆放在通风光照好的地方就可以 现在我们所有的视频 我们看还有 这次访息 那么这次访息 我看 这个币 这次,这次访息 我们看 我们看 这次访息